台湾梅江菌疫情蠢蠢欲动 最近在台大医院的实验室 也筛检出了不少阳性个案 从原本的一周实例 增加到了一周20到30个个案 其中有一名国小男童 变成严重肺炎 住进家户病房 用了好几种抗生素都没有用 这也是台大儿童医院 今年遇到的首例严重梅江菌患者 感染科专家黄立民也直言 随时都可能会有一波疫情爆发 民众千万不能擒忽 换到比较厚线的抗生素都用上去了 而且我们还担心 但有多重感染 也做了一些比较详细的检查 不过看起来主要就是梅江菌 国小小朋友咳嗽咳咳不停 咳到变成烧虾 外面门诊怎么看就是好不了 最后来到大医院求诊 确实感染梅江菌 S光一照已经出现肺炎 S光刚开始看起来比较轻微 可是一直慢慢变严重起来 然后也进交病房进了两三天 他的肺炎看起来就是比起一般的梅江菌是严重的 今年看到第一个比较严重的个案 这个个案告诉我们说 他不太好治疗了 那以后的个案要陆续在观察才能确定 虽然梅江菌目前在台湾被列为低度流行 不过台大医院实验室分析发现 梅江菌阳性个案已经慢慢变多 从原本的每周10人左右上升到一周有20到30名阳性个案 而且不止儿童又不少成人患者 肝科医师事件随时都有可能会爆发 一波疫情 他何时会爬到最高点 我们目前估计还是大概在一两个月以后 大概就春节的时候 梅江菌是可以变得严重的 如果这里面严重的比例会增加的话 那这个对于医院来讲 病房跟家后病房就会过成很大的挑战 医师特别提醒 由于部分的梅江菌感染个案 即便并发肺炎 活动力还是相当不错 很容易轻糊 但小朋友如果有发烧多日 呼吸困难耳朵肿 建议还是立刻就医检查 避免延误治疗 记者未提及凌犯 他不懂